1月24到1月28 好 明天就是最后一个过年前的上班日 大家要准备过年了 不过这个年大家在疫情的阴影之下 恐怕很难过 而且鸡蛋也买不到 所以很多人都提心吊胆 肩伤心 李彬英说如果真的要完全跟病毒共存 我们观众朋友我们先来看看 因为现在我们很怀疑 或者是说我们想要问指挥中心 你到底要把我们往哪个方向走 先来看看这个图 指挥中心在这里 到底是要跟病毒共存还是要清零 这个是不一样的方向 我们在中间被拉扯 还记得吗 陈时中说 我们要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很困难 来看看李彬英怎么说 他说如果台湾全面松绑限制 就是我们不管了 我们全部放松 OK 那怎么样 病毒共存很好 每天恐怕照他的死亡率 致死率 一天可能要五十几个人死亡 这个代价你付得起吗 你愿意付吗 这个代价很大呢 那可是呢 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 我们的总指挥 他告诉我们的 有没有让我们安定民心呢 恐怕没有 因为光是一个十连制 他就讲不清楚 过去说我们进超商 我们去吃饭 要扫这个QR Code 可是现在很多人不扫了 不扫的原因有很多 因为好像没有用 还有呢 有些超商店员呢 要大家戴口罩 或者是扫什么这个QR Code 会被一些精神状况 可能不是这么稳定的人 不管是被打 甚至被刺 受伤太多了 所以他的说法不断的反复 有一些地方政府是严格执行 还有罚则 可是中央又莫衷于事 我们的指挥官到底在干什么 他到底有没有专心防疫 还是在想别的事情 我们先来听听看 他对十连制的说法 比十连制并没有强迫了 那在十连制若有这样的一个罚则 那我想被罚的一定是非常多 我们要严格的要求 所有的餐饮的场所 去严格落实失联制 到未改善之餐饮场所 不得提供就停止他内用的服务 那等到疫情再起 就要怪东怪西 这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你看 黄伟哲就公开质疑陈时中说 怎么会无法可罚 我们就开了300多个罚单 所以真的是搞不清楚 同样是民进党执政的 可是中央跟地方就是不同调 那也有民众来检举 他说同样我被隔离我被匡列了 新北市 这个是新北市的一个民众 他送到宜兰的集中检疫所 一天要被charge3000块 那桃园人送到嘉义防疫旅馆 就不用钱 那陈仁中又说了 你不管你在哪里隔离 你只要是被匡列的都不用收钱 那怎么搞的 有人就说他被charge 他被收钱了 所以现在 其实不只是这个我们吹毛求疵 不能说是我们吹毛求疵 因为很多隔离的标准 其实也看不清楚 譬如说高雄就超级严格的 大家记得吗 高雄最近不管是学校的学策 或者是某牛排馆 爆出了确诊足迹 他都是大规模大阵仗的 一下子就把人 赶快通都带上游览车 通通带去检疫所 那北部桃园看起来就比较松 怎么会这样子呢 请教伟涵 刚刚我的一个好朋友 跟我打电话讲说 他离开医院 他从美国回来 那当然我的朋友是谁 不知道 就是我同学 他的小孩到美国去念书 回台湾以后 完全没症状以后 他确诊了 所以就留在台北的万方医院 一待待到现在 待了整整超过14天 才要回台中去 因为我台中的同学 那他说 我这14天感觉 罪恶感很重 因为他一个人站了四个病床 因为只能有他 可是他从下飞机到现在要回台中 他完全没症状 可是他就觉得说 那我怎么办 我就只能待在那边 因为验出来就是阳性 一下阴一下就阳这样子 那现在这样的状况就表示说 我们现在这个新的病毒 无症状的人其实是多的 比例其实并不低 轻症更高 那重症跟中症 就是中度的中 其实相对是少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这个双头马车 显然陈生部长 他对于这个疫情 他扩散开来的那一个后果 他好像是有准备的 可是在同时又讲说 我们要清理 所以你看采取是很高规格的 对不对 那你高规格的情况之下 到了最后 因为Omicron的出现 他在餐厅 光是以昨天来讲就好了 桃园龙潭的退休男子 他去吃饭的同餐厅又多了三个 幼稚园的老师 只不过去吃火锅 隔壁桌室那一个房仲 跟他驴桌的朋友吃 都是这些连连叩叩叩的 没有同桌 根本不认识 我现在在那边吃 对面那一桌的人 他也确诊了 所以餐厅用餐 现在看起来是会缺诊的吗 我跟圣美还有宾哥 中间还有这个隔板 现在餐厅是没有隔板 对 不强制 有的有 那是他自己放是人 对 他没有强制 然后我们现在在录节目 我们带着口罩 对不对 吃饭的时候 你也可以戴口罩 把肉送到你的嘴巴里面吗 你要拿下来 所以照现在讲 如果你真的害怕 因為第一個Omicron 傳染速度這麼快 又這麼會傳 然後現在又已經出現了 各地都有高雄 台南 台北 對不對 然後宜蘭 你還沒有取消餐廳內容 這個事情就已經知道了 它其實並沒有真的要嚴防 當然你嚴防這事情 造成了社會的成本 到時候餐廳都關門了 都冠領黃偉漢 所以我也覺得說 沒有錯 我們是可以不用嚴防 觀眾朋友 前天日本一天6萬多例 昨天已經到7萬多例 日本很嚴重 日本人口大概台灣的5倍 如果照算我們台灣要1萬多例 日本餐廳也沒有取消內容 所以如果你今天沒有覺得 OK 我能理解 你要去備那個 口服藥 然後你要降低確診者 他的影響 我剛剛講的 你一定要求他14天嗎 你一定要求他整個公司shut down嗎 所以大家會怕的原因是在這裡 所以今天我們知道 高雄跟台南以前沒有疫情 高雄現在市長陳其邁 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又回到我的本行 今年要選舉 我態度要擺出來 我最嚴格的 尤其我陳其邁又是工位專家 不是嗎 所以他就說我一定要很嚴格 但其實那個是做給民眾看的 表示他有在做 他總不能告訴你說 看起來好像也不會怎麼樣 大家就去吃飯 所以你覺得他是在作秀 不是 政治是一種表演 他的做法確實也可以讓高雄 擴散的狀況 能夠更被限制住 可是不要忘記 Omicron這個病毒在全世界 他已經告訴你了 打過兩劑甚至三劑的人 你只要餐廳沒有禁止內用 你只要那個場域當中會傳 當然昨天有人問陳中部長說 你怎麼不取消餐廳內用 看起來餐廳很容易傳對不對 他說對 為什麼不取消 他說也有一些 不是餐廳的場合會傳染 對 也沒講錯 你看像那個自貿區 他們也不是 他意思說餐廳很容易傳 但是不是只有餐廳會傳 所以想想算了 法國也很多 美國我們就不限制了 就一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必須做好就是 以後的確診數 會比現在更多的心理準備 尤其過年要到了 怎麼辦 你只能夠保護自己 所以這個我們指揮中心的 防疫政策到底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的真的是 MUSASA 我們的防疫政策一直非常明確 很明確的MUSASA 你們都看不出來 我覺得非常明確 就是清零是理想 共存是生活 不就是這樣子嗎 他現在就是擺明 這是一種你知道 這叫軟清零的概念 軟清零 你幫他 你幫他創造了一個名稱 軟清零 對 就是我沒有硬要強求去清零 但是我把清零當對一種目標 當一種理想 但清不到就算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我該做的 我還是會去做 但是我不會像以前 做那麼雷利風行 你看陳時中 自己的講法就是這樣 那個十連治 從五億多減到兩億多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罰 我也不知道要跟誰正常 告訴你說沒有罰則 怎麼會沒有罰則 我請教一下 你們現在到底是怎麼 要求人家隔離的 如果從房間裡的抽保出來 你們怎麼罰他 你不是就用 傳染病防治法嗎 同樣這個你要罰 也是傳染病防治法 但是我必須講 當你身為防疫中心指揮官 你自己告訴大家說 我不知道要怎麼罰的時候 就沒有人會遵守了 遵守幹嘛 反正你又不罰我 為什麼要遵守 這不是就這樣子嗎 我覺得既然你已經 沒有強制規定了 抱歉 把十連治立刻廢掉 不要再浪費大家的納稅錢 沒有意義 這個動作已經完全沒意義 實際上歷史以來 意調也不是靠這個十連治 你還是用其他的方式 所以不要再搞這些東西了 其實在你這邊 寫了一整個版面 其實都是同一個東西發生的 就是因為防疫中心指揮官 不想擔責任 才會出現這種狀況 他如果願意扛責任扛起來 我不是說 共存是完全不對的 其實你只要告訴我們說 你現在政府要怎麼做 目標是什麼 然後做法是什麼 你告訴大家 大家就跟著去做 然後陳時中 因為他是個標準的政客 他每天說這個可能 那個大概也許可能是 或許恐怕不見得 就是這樣 他每天都要跟你講這些 謀儠兩可 然後又是又不是 然後搞得大家無煞賞 所以實際上 他只是在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想擔這個責任 你們自己去考量 所以才會出現 中央地方不同調 然後現在新北要調查 然後桃園不要調查 那照理來講 桃園如果能夠免費的話 除非桃園免費是桃園市政府 自己出錢 如果是中央 因為中央現在講話 中央說所有住防疫旅館 都應該免費 他說不管在哪隔離 只要是被匡列的對象 只要被匡列就應該免費 對 那只有一個辦法 你中央要講這句話 那你要做到一件事情 這個錢你要出 因為有每個地方政府 情況不一樣 比如說苗栗已經窮得多半死了 你說你就要出這個錢 然後直接破產給你看 不是這樣嗎 所以你中央要 既然要下這種決策 你就要有擔當的責任 你就要把預算編出來 你要把相關的這些物資配給就位 人員配給到位 如果你不想擔這個責任 就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每個地方各行其事 拜託陳時中 如果你真的不想當這個防疫主義官 你覺得責任太大 趕快滾蛋 趕快去選舉選哪一個都市都好 不要在那邊害人害己 所以陳時中說 只要是被匡列的 不管在哪個城市被隔離 都不用錢 那陳其邁又講說 入住防疫旅館都由市府全額買單 大家就會以為說是 陳其邁你高雄好棒棒 其實根本就是應該是中央的政策 可是你又講的不清不楚 請順便端步 剛剛兵哥有特別形容 陳時中講話的方式 剛剛我們是不是在影片當中提到 陳時中說 不要因為疫情起來 你們就怪東怪西對不對 他是不是這樣講 民眾沒有怪東怪西 是你陳時中一下飄東邊 一下飄西邊 每天的那個記者會 所有人看了都罵 因為你到底在說什麼 那地方政府開記者會就好了 為什麼要你 各位按照這樣的編制 指揮中心這個記者會的意義是什麼 各位知道嗎 他應該去協調各縣制不同調的部分 把資源做整合 才叫中央指揮中心 現在不是 現在是每一次在記者會上問他什麼 他就謀您兩可 就是剛剛各位講的 他也不想背這個責任 但是你說他有因一貫之嗎 也沒有 總之我們的防疫政策是什麼 各位知道嗎 台灣最寶貴其實是 我們民眾的自律 不是政府的防疫有功 各位搞清楚 最搞不清楚的其實是陳時中 各位 所以現在變成什麼 各地方政府剛剛也講 這些縣市首長 他們要努力高調的刷存在感 所以不同調 資源也不同 那苦的是誰 苦的是民眾 是不是 台灣人民素質其實是滿高的 所以我們還是繼續素質高 戴好口罩 我們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